这一节环抱推播带您继续来关心苏丹红的整个追查的进度了 苏丹红风波持续的在延烧 如今不止辣椒粉 胡椒粉 沙茶酱都有商品问题 而继续从一开始的三家有问题的上游厂商开始追 体重已经因为上报不时 被重罚的高雄精湛公司违法进口含苏丹红的辣椒粉 其中8988公斤销往南投县的金浮华食品 而这金浮华原料仅剩下了13.22公斤 基于全部都制成了沙茶酱 而金浮华的自由品牌是由艺人廖骏代言的 这款浮华牌的沙茶酱也中招了 南投卫生局就强调了 已经通知下游的厂商要下架回收 只是金浮华使用含苏丹红的辣椒粉制成的沙茶酱 涵盖自由品牌浮华牌浮宝牌 也有其他公司的委外自定名称的 多达55款的产品都有问题 而且相关的产品都已经出货了 金浮华厂内目前上没有库存了 流向下游了139家的厂商 目前金浮华也已经发表声明 强调南投县卫生局已经到场查访 而且已经正式的封存原料跟产品 会确保所有的食品安全 但是苏丹红的风暴仍然持续的在扩大 桃园卫生局日前也查出了 金河卫的食品公司 向一开始的源头 就是查出来的保鲜公司 进货有苏丹红一律的青辣椒粉 现场又发现有两件再制成品需要回收 需要下架的回收的业者高达49家 同时台北高雄台南跟南投 还有云林等等的卫生局 也陆续的通知 有青辣椒粉跟红辣椒粉的相关质品 流入了桃园市 而台北市的卫生局 其实他们也查到有一家下游的厂商 也就是义昌公司 向金沾进口的辣椒粉之后 分装成品名为二斤条辣椒细粉 共计50包已经全数销售给不特定的散客 接下来将提供消费者来退货 往南部走 但您继续看到了 苏丹红已持续的在扩大 在云林县的部分 近期也接获了多个近期的卫生局都通报了 违规的问题 产品都留下了云林的业者 卫生局其实第一时间就启动前往金茶 其中还有高雄金站公司出售 检出还有苏丹红的辣椒粉 给云林县的某家辣椒加工厂 共1万公斤400包左右 皆没有制成产品售出 因此并没有流入市面 后续将全数退货 而金站这批货真的流向全台了 因为它还出售到彰化的王长发公司 有3公斤的逼辣椒粉 因为用于乳味的乳汁跟辣椒的沾酱用 部分都制造成椒麻酱在网络上贩售 业者也强调了 3月4号起会暂停全部使用 而且由于高雄的资料显示 它的进货量只有3公斤 彰化相会选举也在调查它的配方还有流向 如今进口毒辣椒粉 韩苏丹红的风暴也持续的扩大 卫生部目前就强调了 将会停止受理中国的厂商查验 禁止输入三个月 卫福部长薛瑞源也说了 会试情况 也许会继续往后禁输 甚至不准违规厂商进口 只是如今到底哪些食品出了问题 哪些食品也可能有苏丹红在内 我想所有的国人也都放大眼睛在检视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资讯 看到媒体拍摄赶紧把铁门拉下 高雄卫生局接触爆料11号一早来到顶纪食品公司的厂房机查 因为这间公司被爆料是苏丹红进口商景展旗下的公司 您好 这是卫生局 卫生局人员搜查脚步不停歇 来到同样位在高雄的海顺食品公司 忙进忙出拍照搜证 大动作机查就是因为海顺顶级两间公司 被发现实际营业地址 走路管个弯就可道 怀疑两家公司有关系 针对上述违规试证 卫生局依法加重精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停业主份六个月 并追加重罚120万 摊开资料来看 日前民进党立委林淑芬就爆料 金镇加广两间公司 旗下还有九家公司 都统一将地址登记在 高雄林亚区与凤山区的两个位置 而深入追查后发现 其中顶级地址登记在 金镇林亚区总部 不过实际营业地址 却于海顺步行两分钟就可到达 为什么没有事先掌握 这些有问题的厂商 通通把公司登记在高雄市的同一个地址里面呢 甚至现在还被陆续发现了 其他分公司也有进口了 九镇公司地址复制贴上 随着风波席卷全台 甚至有网友在Google Map上调侃 直接把金镇公司位在高雄林亚区建华街的地址后方 标注成苏丹红的家 足以显示民众对食安风暴的怒火 已经任务可认 欢迎新闻林文凯 王军宏 张敏达 高雄新报道 台湾人爱吃锅 葱花 蒜末 加点沙茶酱 是国人吃锅标配 但是现在连沙茶酱都卷入苏丹红风波 好像有看过 因为它很油嘛 所以会用一点点沙茶酱 找了知名艺人廖俊代言 还是今年网络推荐排名第七的福华牌沙茶酱 却被查出所属的金福华食品 曾经向金镇公司进口过含苏丹红的辣椒粉 并且大部分已经制成沙茶酱 并流向下游139家厂商 虽然福华牌随后发布声明表示 3月1号就已经封存所有辣椒粉原料 没有做成产品 但民众已经人心惶惶 会啊会啊会担心啊 因为现在这个新闻近期可能都会避开一些 像调味啊或者是一些一些辣椒酱 很多胡椒粉啊 最近不是都有 尽量少点可以避就避这样 抵抗力不好啦 或者是身体衰弱的人 这些人会吃多了会怎么样 这个就不知道找谁负责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谈起苏丹红风暴 民众语气很无奈 从辣椒粉咖喱粉甚至到胡椒粉 现在连沙茶酱也逃不过 民众跟业者恐怕也只能自求多福 欢迎新闻科冠纯 刘备尔台北采访报道 客人上门第一件事就是确认 胡椒粉有没有添加物 白胡椒粒进到磨豆鸡磨成细粉 接着直接装带 看得到的最安心 受到苏丹红风波影响经营30多年的中药行很有感 以往同期一天卖10多斤的胡椒粉 现在能卖30多斤 约成长两倍 婆婆妈妈就会多问有没有添加 那因为我们都是陷膜的 所以有时候客人会看到我们在陷膜的状况下 就分装给他们 就会比较安心一点 另一件业者也拿出烧机器 陷膜胡椒粉 坦言这几天卖气旺 询问度增加两到三成 就是因为民众食难安 苏丹红事件越演越烈 让不少人现在根本不敢吃辣 连带让辣椒价格下滑 3月8号批发价每公斤52.2元 比起去年同期77.5元 跌了三成多 无辜农民惨遭波及 农粮署出面呼吁 新鲜的国产辣椒可以安心购买 全民都盼红色风暴能尽早平息 环宇新闻周诚会 黄轩宣宣台北采访报导 解决 词曲 李宗盛